大家好,我是可见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每天上厕所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尿液呢? 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很黄或者很臭 而且有很多的泡泡 尿中的泡泡还不容易消失 尿液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感知器和预警器 有时候尿液是最先感知并发生变化的 如果我们出现了以下这几种现象的话 那么就要应该注意了 有可能是身体正在通过尿液向你发出警告 第一,尿液变得很臭 我们每次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感觉这个气味特别重 略微能闻到一点刺鼻的味道 其实新鲜的尿液它是没有这种安慰的 只有酒制的尿液由于细菌繁殖 尿素分解才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 第二,就是尿液变得很黄 为什么多喝水了尿液还是很黄呢? 尿液的正常颜色一般视为蛋黄色的 那如果尿液出现了不正常的加深 比如龙茶室 那你就要反思一下了 是不是自己的生活不够规律 或者身体出现了哪些毛病 第三,尿液中有很多的泡泡 而且味道也很异常 就是有一种情况是出现泡泡的 那就是我们的肾脏可能出现了毒素堆积 或者是肾脏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吃一些滋补圣荫的食材来调理了 今天我们用几种加常的食材 给大家分享一款汤饮 能够横扫我们体内的毒素 滋补圣荫让你年轻20岁 那我们首先来准备20克的花生米 花生米呢 最好选择红色的 红皮的 花生米的新元素含量特别的高 它能够促进大脑发育 增强大脑记忆力 其次,花生还能够补钙 花生中的钙含量很丰富 另外,花生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E 具有滋润皮肤的作用 还能够降低胆固醇 预防高血压 冠心病等 花生还能够健脾 补气 润肺 本草肝木中还有记载 花生月皮和胃 润肺化糖 滋养 补气 轻因 滋养 可见花生的好处是非常多了 那除了日常单独吃以外 用花生搭配以下这几种效果会更好 能让你的肾脏越喝越年轻 对于男性来说 是不花钱的补品 花生的话不需要太多 每次20克左右就行了 再来准备6颗的莲子 我们先把它掰开 将里面的莲子心给它去除 莲子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食材 属于是温性的食物 具有干涉的味道 能够龟皮肾心筋 这意味着莲子对于体虚 皮虚特别的有益 莲子被传统的中医认为 具有滋补肾气的效果 对于一些男性来说 经常吃一些莲子的话 能够增强体力和提高性功能 还能够补充营养 帮助睡眠 因为莲子它富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B族 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有助于提高男性的整体营养水平 还有助于缓解男性因工作压力大等原因 导致的失眠问题 但是我们在吃莲子的时候 要注意把莲心去除 否则它是非常苦 会影响口感的 莲心的话 我们可以用来泡水喝 也具有非常好的降火作用哦 莲子食用的量 每次不建议大量食用 因为它含淀粉是比较高的 用清水将莲子和花生淘洗一下 然后放入锅中 加入适当的清水 先将它们浸泡半个小时 接着我们来准备五克的环麒 俗话说 常喝环麒汤 防病又保健康 这个顺口溜 我们大家经常都能听到 环麒在我国古代 就是常用的养生食材 因为环麒中含有锡元素 这种物质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 饮食中长期缺锡的话 容易患癌 而环麒中的锡元素进入人体后 能够起到抗氧化 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还能够帮助免疫系统的识别 清除癌细胞 另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玩海验 教授以及团队 曾经对环麒做过一项研究 研究发现环麒可以减轻肾功能恶化 组织血损伤 反而对肾脏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能够补肾气去除肾毒 缓解液料多 睡眠差的作用 所以建议中老年朋友 平时可以用几片环麒来泡水喝 对于身体是有一定的调理作用的 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食用哦 每次用量建议5到8克之间 用清水把环麒淘洗干净 也将它放入锅中 然后盖上盖子 用大火将这些食材煮上30分钟 那在煮的过程中 我们来准备10克枸杞 枸杞它是养生人群 特别喜欢的一种织补佳品 枸杞性为肝贫 入肝金 肾金 能够织补肝肾 易金 明目 对于现代人 因为工作压力大 导致的肾虚问题 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 在中医的五行理论中 肾属水 主残金 是人体先天之本 肾虚则水不足 导致各种症状 出现腰膝酸软 头晕耳鸣 而枸杞作为滋补圣阴的药物 能够补充圣经 平衡阴阳作用 枸杞在现代医学研究中 还被证实有巨多的功效 例如它含胡萝卜素 维生素C 钙 铁 能够看氧化 看衰老 提高人体免疫力 同时对于现代人 常见的眼睛疲劳 干涉等问题 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哦 枸杞的话 我们轻轻的淘洗一遍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花生和莲子 也煮得特别软烂了 再把枸杞给它加进来 煮上三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 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 出锅之前 我们加入适量的红糖 给它搅拌融化 就可以装网开喝了 特别是男性朋友 建议每周至少喝一次 对于肾脏问题 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如果经常尿黄 尿臭 尿中有泡泡 尿蛋白的人 可以每周煮三次来喝 坚持喝上一周的时间 你就会发现 明显的有改善作用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